驾 驾 这老爷 要是在天有灵 看到少爷今天 拖胎换骨的样子 一定会倍感安慰 才出来几天 怎么就拖胎换骨了 不还是那样子吗 你懂什么呀 这十几年来 你哪只眼睛看到咱们少爷 在没有夫人的情况下 自己拿出看的 这次啊 尽亏那个秦差大臣 龚大人的关照 举荐咱们少爷 到洛阳会口 日后呢 凌雾清云 观影横通 那老爷在九泉之下 你说该多高兴 张叔 你一会儿说老爷在天有灵 一会儿说在九泉之下 那老爷他到底在哪儿啊 你这个死丫头 这个在天之灵 跟九泉之下 都是形容死人的 不是说他妈在的 没有 真笨 到少爷那儿 拿把书 让人自己 叫 站在你面前 是鼎鼎大名 饥饿如仇 与见其宫的 白马镇衙门 第一飙兵女捕快 顾丹丹 施敬 施敬 我是这里的第四十七任 班头 你这不要冒充官员 该当何岁 谁告诉你 我是冒充 我真的就是这里的班头 你不相信 我有任命状 大姑啊 我真的是这里的班头 你还说 你翻开我呀 不知道丹丹 现在怎么样 还有小姑娘 怎么几天没见 就开始想她呢 少爷 原来你不是在看书 在看画册呀 少爷 你不是在看书吗 少爷在看 顾鼎快的画像呢 少爷 你怎么还想着顾鼎快呀 小姑能怎样 犯法 想当然不犯吧 可你现在是进京复考 这才是天大的头等大事啊 我们还等着你金榜提名呢 你可要抓住这次难得的黄金机会啊 好光中要足 知道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 看会别的 放松放松不行 至于吗 大领小怪 少爷 你别急嘛 张叔说的没错呀 你这一次啊 就应该好好考试 这样才能获得幸福 你也来这一趟 哎呀你听我说完嘛 我是说丹丹姑娘 丹丹 是啊 丹丹姑娘不是一直想到朝廷当天下第一语捕快吗 所以啊 你要是这次考上了 丹丹姑娘能不对你另眼相看吗 那我能怎样 她现在也是别人的女人了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那又怎样 他们结婚都三年了 天天吵架 我看呀 迟早会分的 你就听我的 做好一切准备 时机一到 绑你使刀骑成 君子不夺人所爱 而且我喜欢丹丹 我希望他幸福 我更希望呢 他跟爱公子能够白头偕老 算 不说那么多 我还是读书吧 这些人怎么坐在这儿 把咱们路都给挡了 好像都是学生 等一下 我就感慨他们 张叔 你还是别去了 让喜儿去吧 你年纪那么大了 喜儿 你去吧 好 十年寒窗 我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顺利地考上 为朝廷 为设计 出一份力 改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我要是能得到个 一官半职的话 我希望能改革 现在不公平的赋税之等 那你呢 我 是啊 你考试是为了什么 我 你们 我说 看你们像学生 怎么坐在这儿啊 我们的车过不去了 你们让让呗 看你小脚说声一个 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你让我们让路 应该好好跟我们说 就是 你当我们什么人了 也太没有礼貌 说我没礼貌 比你们好多了 这里可不是你们家客厅 是你们挡住我们的去路 俗话说 好狗不挡道 还读书呢 你 你居然骂我们是狗 你赶紧道歉 不然你今天休想过去 道歉 凭什么 做梦去吧你 你 不好意思 是我们不对 小兄弟 在下王熙 给你赔礼道歉了 严重了 是我们的不对 本来你们聊天 聊得好好的 我们的马车 破坏了大家的性质 我在这里 向大家赔故事 不不不 路本来就是给人走的 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别争了 我看公子也是 上京赶考的人 也算是同道中人 所谓不打不相识 就当我们认识了 你们 也是附近赶考的吗 那真是太巧了 不对啊 我看着天 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你们为什么 还坐在这里啊 洛阳 听说不但只贵 什么都贵 尤其是客栈 我们决定 今天露宿在这里 明天一早再赶路 露宿 原来是这样啊 大家让一下吧 让公子的马车先过 好 来让一下 让一下 张叔 张叔啊 少爷 快上车吧 再不走 咱们就晚了 张叔 你回去吧 少爷 你也回去吧 你不考试了 你不考试了 我考 我想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呀 你看他们 都是拿着家里 一点钱来考试 我这又是车 又是人的 你让我多难为情啊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 凭借我自己的实力 考一个好的成绩 那怎么行啊 让公子知道肯定 你就别说了 你不是一直希望 我能成为一个男子汉吗 多好的机会啊 虽然我是第一次出远门 但我有信心 一定能照顾好自己的 来 我帮你 背好 张叔啊 你要是不放心 让我留下来吧 你 是啊 我喜儿向来几邻过人 有我在少爷身边 你应该不用担心了吧 走吧 你不是一直担心 秦大叔打咱们夫人的主意吗 还不赶快回去看看 这样啊 才能对得起老爷的 在天之灵 九泉之下 走吧 保重啊 照顾好少爷 放心了 喂 我们 想加入你们 公子 你们别叫我公子 我姓袁 叫志大 你们叫我志大就好了 我是喜 喜喜 喜喜 是喜机的喜 喜青的喜 好特别的名字啊 是啊 我们家夫人给指的 公子你呢 我叫王熙 熙 跟我的喜字同音啊 我们好有缘分哦 以后请多多指教 一定 一看就知道是个好男人 你们野外求生的本领也太了不起了 真的让我大开眼睛 长知识了 都是农村的孩子从小四里生生 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其实啊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就怕志大你啊 不太习惯 我呀 还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 而且呢 还没有吃过这样烹调出来的食品 我俩很期待 对不对 对啊 虽然不是什么真修百味啊 但也称得上是人间美食 我去打水 我陪你去 方公子 你一表人才 玉树临风 想必你们家夫人 也是角色佳人吧 我没有夫人 没有夫人 那你定亲了吗 定了 定了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那你见过你未来的媳妇吗 将见 不如不见 你不喜欢这段婚姻 我爱的另有其人 啊 不过你们男人 爱多少个都无所谓了 三妻四妾的 时而有之嘛 那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啊 我愿意啊 什么 我是说 如果我是女人 能够嫁像你这样的男人 做什么都愿意 可惜我们都是男人 就是啊 给答好了 我们走吧 都定亲了 太让人失望了 嗯 赶了一天的路了 怎么还不睡啊 我不累 我在看文章 哦 你是怕你考不上 心里面紧张吧 有点吧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紧张 我看你谈吐大方 又这么勤奋 应该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考不上也没关系 只要皇上重视我的论文就行了 你的论文 这是我写好的论文 我反复地读了很多遍 到考试的时候 统统统搬上去 可是我听说 这所有的题目 都是朝廷大学市出的 怎么可能会被你猜中呢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